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在 这个画园应该没问题 不过这个高度 我只要80 那里面有这样的形状 这边从左到右有五个 然后斜斜的 那斜斜的角度呢 因为这一题他没有 没有讲的很 这个上面没有标了 不过实际上 我看了一下 应该这个角度是几度呢 是60度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斜斜的给他一个60度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做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话 首先底下可以先画个圆 那圆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用 多少十好了半定为十 那十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复制阵列 复制阵列的话上面你做完一个之后呢 还可以再做复制阵列 可以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做完 之后呢 但是特别注意就是复制 如果你直接往上变成垂直的 可是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60度 那也就是说 我们 会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复制的时候要加一个角度 加一个角度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OK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比如说我先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那圆的半径先给10好了 10 OK 那再来的话你要复制 那复制选他之后按空白键 谢谢 接下来的话呢 记准点 从 特别注意啊 因为我要的是 复制加一个 加一个那个阵列 加个阵列 这一次 复制 选他 空白键 那 记准点 从这里 到 那往这个方向底下会出现什么 A 第2点的话我们可以多一个A 前面用过 Enter 那接下来的话呢 数量几个呢 数量5个 OK Enter 那再来的话第2点 第2点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 第1点是 左边的四分点 第2点的话呢 是右边的四分点 你把它点下去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按空白键结束 就可以了 但是呢要往上 我们要复制的话 那现在5格了之后 那我要斜斜60度 要复制 总共也是 5格的话 那这部分也是复制 复制一样选取这个物件之后 按空白键 那基准点的话基本上 从这个地方 第1点 如果第2点的话 那第2点这边A A